白宮疫情簡報 堅持社交疏離 四口之家發放3400美金 蓬佩奧表示 中共欺騙世界 終有一日將會追責 中國第一季度經濟萎縮 專家指美中脫鉤或加速 疫情下的動物園 羅馬動物園人流稀少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球新聞 美國總統川普周三晚上出席了白宮疫情簡報會 更新了美國政府對抗中共病毒的最新進展 川普感謝美國人對防疫措施的積極配合 尤其是堅持做到社交疏離 基本上會讓人們回家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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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表示 在啟用國防生產法後 美國已有多家企業投入到防疫相關產品的生產中 美國也大面積鋪開病毒檢測 過去8天的檢測力度已超過韓國8週內的檢測力度 而韓國此前是全球公認在病毒測試方面做得最好的國家 為幫助美國人度過疫情帶來的經濟危機 美國將撥出3000億美元現金 直接發到個人的手中 這只是川普政府龐大經濟援助中的一部分 為應對這次中共病毒疫情 美國祭出了史無前例的2.2兆美元 巨額援助計畫 全力挽救美國經濟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 川普總統週二表示 希望疫情在復活節時有所好轉 屆時民眾可以返回工作崗位 他表示 這場危機顯示出邊境管控 以及關鍵行業自給自足的重要性 川普週二表示 希望4月12號復活節時疫情好轉 屆時停工的工人能回去上班 我亦也希望美國人能夠工作 再加上那美麗的夕節日 週二 道瓊斯指數上升了2100點 美國股市週二收盤升至綠色 彌補了週一的所有跌幅 川普表示 這是道瓊斯指數歷史上最大漲幅 川普說 這次危機凸顯出強大邊境的重要性 川普還說 美國應當在能源 經濟 製造業各方面不依賴他國 成為自力更生的國家 川普對美國能成功控制疫情 充滿信心 隨後 副總統彭斯宣布 任何離開紐約市的居民 需要自我隔離14天 白宮疫情工作協調人 醫學專家戴博拉伯克斯博士表示 新增病例中六成來自大紐約地區 而死亡人數中三分之一來自紐約 伯克斯還說 過去幾天離開紐約的人可能已經暴露在病毒中 他強調 任何從紐約出來的人 需要在接下來的14天進行自我隔離 新唐人記者 畢心慈 上鏡 綜合報導 截至週三 在中國大陸以外的中共病毒確診人數已超過38萬 死亡超過17,600人 疫情不斷的升級 讓不少國家的醫療系統不堪重負 意大利週三新增5,210個確診病例 全國累計74,386例 新增死亡病例683例 累計死亡7,503例 儘管早已全國封鎖 但意大利的疫情始終得不到實質的緩解 連日來 當局不得不派出大量軍用卡車來運送死者的棺木 西班牙當天新增5,553個確診病例 全國累計47,611例 總共死亡人數已高達3434人 僅次於意大利 嚴重的疫情讓西班牙的醫療體系激進崩潰 殯葬部門也不堪重負 原定15天的全民封閉措施將延長到30天 由於政府連基本的防護裝備都無法保障 西班牙已有數千醫護人員感染了中共病毒 而西班牙軍隊則不得不向北約求助 希望得到呼吸機、防護服和測試盒等支援 法國當日新增確診病例 2,929例 全國累計確診25,233例 死亡1,331例 馬克龍週三承諾 等中共病毒危機過後 將大幅投資對全國的公立醫院系統 進行大規模升級 德國週三新增4,332個確診病例 全國累計37,323例 儘管每天的感染人數在顯著增加 但德國的醫院仍有餘力 近日已有越來越多的德國醫院開始收治鄰國的病患 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國的重症患者 美國過去一週開足馬力 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全面病毒檢測 確診病例的數字也逐漸達到高峰 截至週三下午5點 新增9,909個確診病例 全國累計確診64,765例 死亡910例 最新的蓋洛普民調顯示 60%的美國人贊成川普對中共病毒的應對和領導能力 對川普的執政滿意度也升至49%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週三再次批評中共 拖延並瞞報疫情 他指出 七國集團深知中共在欺騙世界 最終全世界也將追究中共的責任 蓬佩奧當天上午出席了七國集團電視會議 共同關注中共病毒引發的全球危機 目前各國都已清楚中共一直在疫情上作假 蓬佩奧強調 為防控疫情 各國有關中共病毒的信息 都必須完全準確 透明 中共也不例外 蓬佩奧同事指出 儘管眼下並不是譴責和問責的時候 但終有一日 全世界都會對造成這場災難的中共追究責任 後來我們能夠遭遇這個危機 後來我們能夠把這些經濟回頭 這會有時間讓世界上考慮責任的責任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美國在受到疫情衝擊的同時 還面臨中共推卸病毒來源的假信息戰 美國從民間到官方最近紛紛行動 要求追究中共的責任 中共病毒在美國的傳播成加速增長態勢 重災區紐約市的確診病例 約為全美的三分之一 而且仍在快速增長 世界之都如今幾乎只剩下高樓林立 習得架豐林立 留一個專門門現在在國際外 無保險市民它們看到 正在指數條選手上 大陸數據 都這樣保護一 leng도 ρό片 只要科系 也要求 中了 然後 3月24日 美国密苏里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获利 和纽约州联邦众议员斯蒂芬尼特 在参议院引入决议案 呼吁国际社会量化中共行径导致的损害 制定一个让中共进行赔偿的机制 同一天 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班特斯 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籍众议员莫尔顿 在众议院联合引入跨党派决议案 目前已有超过30位众议员支持 该议案要求中共政府 对处理疫情的错误行为负责 决议案引用了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研究 如果中共早三个星期对疫情做出行动 全球大流行可以减少95% 23日 三位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 包括参议员卢比奥 参议员加德纳和参议员罗姆尼 致信川普总统 要求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成立专项组 针对性处理中共的虚假宣传 对于中共的追责 美国民间更早就有作为 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民间组织 司法观察和自由观察的联合创办人 拉里特莱曼 3月17日在德州北区联邦法院 起诉中共国 武汉病毒研究所及时政力等 指控中共将病毒散播全球 要求中共赔偿20万亿 目前在白宫WeThePeople请愿网站 一个要求对这场危害全球的大瘟疫 进行证明的请愿 正在政绩签名 不到一周时间 已经有超过2万人呼应 要求将武汉肺炎和新冠病毒 证明为中共肺炎和中共病毒 新唐人记者李澜综合报道 中共官方宣布 4月8号解除对武汉的封锁 但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指出 武汉可能有59%的感染者 没有被发现 如果不及时应对 可能再度引爆疫情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乌唐春团队 3月6号在医学论文 预印本平台Med Archive上发表论文 该团队基于武汉卫健委 截至2月18号公布的 25961例实验室确诊病例 建立了模型分析估计 武汉至少有59%的感染病例 尚未被发现 其中可能包括无症状和症状较轻的病例 国际权威的自然网站3月20号 引用了这一结论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 凡是经过实验室确诊的 不论是否有症状 都纳入确诊病例 但是中共自1月底开始 就规定不把无症状感染者 纳入确诊统计 但德国病毒学家 德罗斯腾近期也指出 即便是无症状或者轻症感染者 咽喉部位也有相当高浓度的病毒 从而具备了一定的传染力 中共在政治上需要人为的营造一个 瘟疫得到有效控制 新发病例清零的局面 那么一方面为强制全面复工 制造合法性 另一方面也为中共渲染极权体制 所谓的防疫高效去制造合法性 无症状感染者不列入确诊 它可以大幅度的降低确诊数据 这有助于中共达成其政治需要 香港南华早报3月22号独家报道指出 该报获得了中共政府的机密文件 截至2月底 中国境内有超过4万3千人检测成阳性 但是没有症状 都没有纳入官方的确诊数字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吴唐春 2月中旬已建议官方进行实际的抽样调查 得出潜在的隐性感染者的真实数据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前院长江庆吴也表示 隐性感染者关系到武汉的疫情 是否会卷土重来 以及该如何应对 他建议至少对2,500人进行抽样调查 但是目前尚未见到官方采取任何行动 新唐人记者玲瀾 纽约报道 中国第一季度经济萎缩 专家指美中脱钩或加速 欢迎回来 摩纳哥国王阿尔贝二世近日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他是首位确诊感染的国家元首 在他执政期间曾经十次访华 与中共十分的亲近 2019年3月24号 摩纳哥国王阿尔贝二世接待来访的习近平 表示两国拥有多年友好关系及经贸往来 在多方面达成共识 摩纳哥有意参与中共的一带一路 北京称其为中欧合作的先行者和典范 阿尔贝二世还是摩纳哥游艇俱乐部主席 曾亲自为完成一带一路翻船航行的郭川 颁发俱乐部年度突破奖 中共的一带一路 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在全球渗透扩张 且具有军事目的 据报 2018年摩纳哥还与华为签署协议 成为首个5G覆盖全球的国家 华为背接有中共军方背景 其设备装有后门 可窃取客户数据为中共政府收集情报 威胁国家安全 外界注意到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 伊朗 意大利等亲共国家成为重灾区 疫情正随一带一路关系传播开来 大纪远文章《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指出 脱离和拒绝中共才能远离瘟疫 新唐人记者颜希综合报道 最新的经济报告预测 中国大陆第一季度的经济将会严重萎缩 经济专家也表示 美国正在重新评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美中脱钩可能会加速 咨询公司中国贺皮书周二报告预测 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将创有记录以来最差 恐萎缩10%或11% 虽然到3月中旬 大部分公司都宣称已恢复运转 但情况仍在恶化 一项商会调查显示 美国在华企业复工数量只占约五分之一 大多数企业对经济前景悲观 中国贺皮书执行董事卡奇说 复工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恢复增长 此前中共官方公布一二月份主要经济指标 都呈两位数断崖式下跌 商业房地产销售跌幅高达40% 华府经济专家表示 中共瞒报疫情令中国信誉大损 美国正在重新评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美中之间恐加速脱钩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纽约州长库默指住院率下降 居家防疫见效 欢迎回来 周三纽约州长库默召开记者会 公布纽约州疫情的最新情况 住院率有下降的趋势 纽约州截至周三下午已有10万3000人接受过检测 共30811人确诊 285人死亡 库默周三表示 目前看到对人口密度严格的限制见效 住院率有下降的趋势 从原本的住院率每两天翻一倍 现在数据显示住院率每4.7天才翻一倍 纽约3万多的确诊人数中 3800人也就是12%的人正在住院 888人在加护病房 285人死亡 死亡率不到1% 陆军工兵署正在搭建临时医院 这些医院将可容纳4000名中共肺炎患者 然而库默表示 纽约州将需要更多病床来容纳患者 而日前已经有4万名医护人员 自愿到医院帮忙 联邦日前通过的2兆美元经济纾困费用 将拨款其中的38亿美元给纽约州 然而库默认为远远不够 周府在防疫上已经花了10亿美元 然而库默预计花费将到150亿美元 另外库默建议民众如果感到恐慌 可以向心理咨询师求助 周府现在有6000名心理咨询师随时待命 未来将构建一个电话线路 让民众可以打电话寻求帮助 新唐人记者王玉贺纽约报道 口罩巨头3M公司日前宣布 3M戴呼吸法的N95口罩 目前只供应一线的医护人员 如果在市面上见到这类口罩 很可能是假冒产品 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 医用口罩成了必需品 特别是N95呼吸法口罩 可以保护工作人员在颗粒物浓度很高的空间里 不被颗粒物侵害 因而成为市面的抢手货 这也成了中国假冒伪劣制造商当前的热门目标 3M的防伪产品团队 在中国已经发现了18个生产销售假冒口罩的窝点 这些假口罩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防护效果 而且还会引起过敏反应等不良作用 假冒产品报告网站为用户提供以下方法 分辨这些假冒伪劣口罩 第一 假货商经常在广告中使用 正牌制造商的广告照片 但实际寄送给购买者的是假货 第二 假冒产品使用一种薄得多的材料 且质量较差 字体 语言和印刷位置上 与真品存在显著差异 第三 伪造的3M8210口罩 鼻布泡沫密封不佳 甚至透光 因此很难有效保护穿戴者 免受污染物和威力的侵害 此外 3M官方网站提供了产品串码来鉴别真假 假货无串码或串码一样 真货每一个口罩都有自己独立的串码 用户可以把串码输入3M的SafeGuard程序进行核查 据悉 3M公司正在与联邦和州政府合作 以遏制假冒产品和价格欺诈 追究违法者的责任 新唐人记者唐成 纽约报道 疫情下的动物园 罗马动物园人流稀少 受到疫情的影响 意大利罗马动物园游客稀少 疫情下的动物们过得怎么样 一起去看看 活泼可爱的小猴 休闲的骆驼 还有不停摆动尾巴的海狮 这里是位于罗马的一个动物园 这天 阳光明媚 动物们都纷纷出来晒太阳 谁都不敢与之媲美的孔雀 高傲冷艳 游客们常常围着它驻足观看许久 只为那开屏的瞬间 今天 这只孔雀只能孤方自赏了 不知孔雀不按套路出牌 就连鸵鸟也不爱绣长腿了 它只是定睛站在原地眺望 你看 都要望眼欲穿了 它是在等迟迟不来看望它们的游客吗 罗马受到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 公园暂时关闭 饲养员们也戴上了口罩 增加了给动物居住环境清理的次数 动物园经理介绍 圣彼得保护广场 位于范蒂冈、圣彼得保大殿前 是罗马最著名的广场 经常游客满满 然而现在多了很多警察 执行疫情禁令 确保大家的安全 希望疫情尽快结束 圣彼得保广场恢复人流川西 而动物们也可以把游客们盼回 新台人记者 严西综合报导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